以前没有考虑过买完车之后我真的胜无分文了 你如果提车的话 他应该要最少要一两个月才能做好吧 我算进去了 我就是把那一两个月的工资我都算里头了 我还是胜无分文 你是想趁着视频敲我一笔吗 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 你想敲多少 好不好 好吧好吧 这么好说话这么爽快 我没你那么不好 以后车子也有你的份的 我没有你那么不好说话 这是我们以后的第一个房子 对吧 算是吧 算是吧 我们本来可以用来买房子 但是家里面现在还四五套房 没人住就算了 就先买一辆房车吧 以后我们有了积蓄之后再自己买房子 这辆呢 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房车了 我说的是这个车型呢 不是说这辆 这辆已经有人订了 等一下我可以试驾到这辆车 但是一并我要试这个6AT的 因为自动挡的我之前是没怎么开过 他来了他来了 你会开吗 我会开啊 车要是 那你先开出去吧 我想着我一个人看不住啊 行啊 这么大车子 你照顽一下啊 比那全身还大 宽度也宽 那你还运行在这里了 啊 对啊 我要去感受一下吗 你可以啊 你穿哪呀 我找你 怎么怎么转呢 你穿哪 你穿哪 我卖给 你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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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了 舒服吗 爽 把扶手放下去 然后扶手 我以前坐过陈哥的车 这一辆一辆的 开个门 等一会 很慢走 所以说为什么要有四座的 我不选五座 四座的话 这里还有个很大的空间 我们开完车之后 随时找个路口可以停的 就可以停下来 到处走都可以 哎呀 你怎么 大爷还一流口去了 出去玩去了 他拉人很大力了 对啊 这路都是封闭路 人应该比较少吧 没车没人 你开吧 我开 你开一个 你过来 我在副驾可以吗 副驾试一下 还有一个 没的是 这个上保险了吗 上了吗 上了还可以 它是挂N档 挂D档 N档是啥 N档空档 它没有开 很久没开过 慢点 你得注意这个向高 而且这个提速 还一点问题都没有 特别顺 哇 视野很开阔啊 风的声音还是什么 分线没快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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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啊 这个视野轻轻松松上100 非常轻松 这个车特别小 一个 哇 动力很充沛啊 真的充沛 上了气派发动机 而且特别上游 还是挺稳的 它开起来就跟我那车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视野更宽广一点 前面十字路口 慢点 啊 哇 自动挡还是挺爽的 AT挡还是爽 AT挡还是爽 比MT强太多了 MT它是什么问题啊 MT有顿挫吧 这个AT确实 哎呀 零零零零零零 哦 这前面纯方式暴露 前面没路了 哇 还想多开一会儿 那倒挡是阿吗 倒挡阿挡嘛 哦 我正常我家里面有一台 什么天类我都没怎么开过 不想去动 我觉得还是手动挡有乐趣一些 像你选这种 加上车高顶这个 你一定要注意线高 这个加上上面的那些有多高了 2米75 一般线高3米吧 对 一线都是3米 嗯 特别是你看河北 很难 像这些线高跟 违法线高跟全部拆除 以后必须要拆了 对 3米的一般都能够吧 3米全都能够 而且我们那边有个线高2米8的 我这个车搜搜过 搜搜过 我那2米2的加了一个帐篷 我都有点慌 以后也是各方面也要小细一点吧 先试车 它其实有一个导航什么的 要放很多 对对对 有倒车雷达吗 当然这个没有 有倒车雷达 哇这个风收收的在我旁边 有差的一会儿 动力确实很强 对 上这一会儿就上车就比较快了 我记得它的发动机在房车里面 低扭啊 功率啊 都算是比较高的了 对 量不错 左轮现在反响特别好 是不是可以 跟那个SUV其实区别不太大 真不太大 比全池车SUV再全池车一点 这基本上最大了吧 接近6米了 对 6米就不错 头发 头发 没事 我觉得我感觉上这个车子它 跟全池最大区别是啥呢 就是我不用 判打 对 各方面其他我觉得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你ECU一开 还手游 对 真的开得挺舒服 尿素大概多少公里加一一瓶 七八千左右 七八千 对 哎呦 那小问题嘛 一瓶尿素也不值啥千 怎么让你该保养的时候加瓶尿素就行了 我停这里啊 行 停车 我不太敢开太深入的那种 车技有限 等下把你车给刮了 对 还是搞安稳一点 不然这边就真的变得好 你家狗多听话 他很听话的 他很少说话的 挂批档 对 挂批档 跟小春一模一样 手刹一拉 你那个手刹拉的 想把它给踢起来 是要拉这么到位 哇 舒服 真的舒服 像这内饰空间想过来直接从这过来做好了 你们到时候选个四座都美了 我感受一下 那不是那个家人 就是天天出去时你们俩 没事带上家人也最好选个四座 我在想啊 他如果带家人的话 他们睡觉不会装上下铺那种 可以装 可以装 我看是咱家做这个上下铺 都是做在后边这种 如果做上下铺的话 也是比较不方便的 要不就是做个生下铺 它会不会影响睡觉啊什么的 会啊 那上下铺 那要不就是下铺降低 上铺 能做个上铺 下铺就降低了 想做到像这种一米九的话 都做不到了 是是 那我感觉 以后吧 以后如果有必要 旁边可以留那种预留孔的吗 预留不了 预留不了 要改的 对 需要改 反正后期也是要改的话也可以改 就是 睡觉的话下面 有一米九的空间 我觉得是一米九保存 一米九够了 一米九足够了 像平时就你们俩就够用 而且 在家还有家狗 羊鱼 让他睡那个位置就行了 对啊 他这里睡这里睡 有没有一个遮阳帘从这里拉过来的 有有有 他这个没有 但是你们到时候你们都 这个前面也会有吗 有都有 但是这个车它全配的都是没有的 哦 他装了两个帘子的话得说外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在干嘛 对对对 而且 到里面进车的时候这儿我给你做一个就行了 为啥我要这个车呢 我去问了那些V80的车友 全顺的车友 他们说啥 要买就买后双胎的 他人在里面有什么晃动啊他外面看不到 对对对 有时候走来走去做饭嘛 后双胎也主要是承重效果好 对他能这个像90能承重四吨半 四吨半 他主要轻刻的底盘跟跟一些皮卡啊轻卡啊不一样 对 而且像这个车的话他并不是说如果按平衡来说的话还是单胎会好一点 单胎 单胎平衡好 但后双胎的话他优点就是比较稳 载重好 载重好 因为他像他这个轮胎也说你看没多大他只有195 但他实际那个胎是一个载重胎 载重胎 载重胎的意思就是拉货用的那种 对对对 稳当稳当 稳当非常稳当 我觉得这个还是香啊 不好了 好啊 窗里坐到1米3 窗里坐到1米3乘1米9 现在这是多少 这个冰箱小 这个冰箱只有70 12伏的 不是这个床宽多少 这个是1米3乘1米8的 1米3乘1米8 就是还能再做长一点 主要是也是得看这种 再细致一点 得做细致一点 400的里面我觉得有点太小 我想着可能要加点配置吧 对到800 我们的要求就是 外面三天洗澡用电不用愁 我们就要求三天 我们基本上出去一趟 像是比较冰山雪地 或者说比较荒芜的地方 就三天三天时间 800电吧对合800 800的里面 足以足以 够了应该差不多够了 对但是你要有时候你要想一点 然后你充电的 充电的想法 充电 你看你充电 你大概里电 你就说外置吃电的话 外置吃电你差不多得充个两天左右 一天左右 然后你如果要行车 因为平时从就是说 逃避从洛阳 逃到西安 你可能是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都能到 但是它实际也能只能充到400里面的那个样子 那我家太阳能板可以加快充电吗 太阳能板我建议直接像这个加入超高顶可以加到600瓦 意思是上面就没有那些空调外积 对不满直接怼到600 它没有空调外积啊 它这个就是车底底盘下面装的那个外积 你这样做着怎么你矮那么多 可能是我太高了 它比较高嘛 像这个 我觉得像 空调现在这个车装的是一个第四代 第四代空调 现在咱装的都是第五代空调 第四代的空调不好看 你看 这四个远口 现在咱们那个外积都做了是那种家用式的外积 内积 我记得以前你也说过它如果它是变频的 对 它如果这个连子拉上就这么一个小的空间开空调的话 开更久 非常够用 开的ECU模式 我们现在也有ECU模式 它可以开 一直开24小时 你搬来里面可以怼到四五十个小时没问题 四五十个小时 哇操 那就够了 就是说最小功率吗 不会就是最小功率 它车外的那些什么淋浴啊什么设备都有吗 有 有 有 就去海边啊港湾海冲一下 我再上车 像这些东西 这里又可以有个冰箱海鲜什么放里面堆里面整个 整个桶啊什么的都被在里面 到时候你要做做搞个大冰箱 就是说你俩平时玩了还要狗要吃点什么东西 你们都搞个大一点冰箱就行了 对 我想着大冰箱就是优势很大 对 而且大东西也多 舒服啊 对对对 你不是你平时要洗衣服再加个洗衣机 对 出门在外 对个洗衣机 洗衣机要的 他就是很想要个好的洗衣机 然后的话可以洗一些 比较大件的一些衣物洗 洗进去就OK了 像是衬衫之类的 没熬什么都不要想 对 就是衬衫啊那裤子啊 衬衫啊短裤啊啥啦 对 丢了一洗 就不要贴身的衣物嘛 反正就可以保证一整天干干爽爽又舒适 像你俩平时出去做饭了 像搞一个我们这个拆油炉 拆油炉玩那种高原版平时你也爱去那个青海 西藏那边玩 搞那种高原版 或者到新疆那边也是不让用那个煤气罐的 通常用这个拆油炉也比较方便 那拆油炉的话 他高原版会不会到了平原就要水土不服 不会 不会的 不会 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我肯定要爆炒啊 我有房车我肯定要爆炒 那绝对没毛病 没毛病 爆炒肯定会好 好吃很多 比如我们的小瓦斯罐 对 要好吃得多 比小卡尔鲁会更好一点 但是卡尔鲁还是双面 上面我看你们以前是装了一个那种 就摸到方灯 对现在已经换的那个排气扇好多了 没有 这个要装也能装吗 我知道我还是比较喜欢像这种排气扇 排气扇的话它 主要你也抽烟 我不抽烟 你别透露了 你别透露了 等下我得挨揍啊 他也打人的 像我们都没有女朋友 多幸福了 会有的 基本上 多找几个 像这个高度 像那个内高 都194了 你一米 一米九吗 我一米八 一米八多点 像这个高度 就 够用了 像如果要选 像这个B型车里边 虽然说是那个 50还有那个 考斯特 就是说要显得位置大 但是这个90的话 这个高度宽度长度都已够用 我还是看中底盘很多 对 底盘不是一个档次的 说实话 哎呀 外观看起来嘛 对对 外观看起来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 大SUV大商务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真的是面包车 对 像这个 像90现在比较 现代感 现代感一点 还有前面这个驾驶室 驾驶室也好看 而且 怎么说呢 给人家的空间感很够 他这里的话 改的 已经改这么大了 对 已经这么大了 你 像这个走廊 上下来80公分以上 我觉得洋育来来回回 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你平时你看 想玩B型车 基本上都是觉得 这个位置比较激烈 好比肚子大一点 你过不来 都得侧耳过 像这个都没问题 像这个过个人 特别得意儿 对 比较空间比较大 有时候选B型车一看 这个位置这么窄 过不了人 这个就可以实现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要统计一下什么 配置 配置表啥的 行了等会我给你搞个配置的 配置单 你看一下 选一下 因为有的东西你不需要 有的东西你需要 对不对 对我就想着有的东西 像是 怎么说呢 要必须要加的 你水电的东西肯定离不开 对对对 电池尽量玩大一点 我刚刚也听你们的 销售说了 我看了那20多万的那种 确实不行太小了 也是太小 680 那个过都过不了 过都过不了 价位低嘛 价位低 虽然说 对比这个金融那个优势了 只有价位低那优势了 现在总的来说 80也是比较经济实惠 90也比较新鸣 而且90这个优势也比较大 优势大 我们现在就是 想着挤挤也是没钱了 我马上去做 所以你别管了 这个价位你都别管了 价位你都别管了 价位别管 价位咱算当到是哪 算当到是哪 好 算当到是哪 主要也是 为了咱 玩得方便嘛 之前反正 咱都一直打过交道 这还是比较问题 我还跟立心 立下跟我开玩笑的 他说 担心人家拿扫揍赶你们 赶紧赶我们出来 谁敢 你来我都高兴死了 你拿一份 这就是那个配置表 对 配置表 这边是 这个架构楼超高点的一个 配置表 是29万6的 29万6的 对它这个里面包含的 只有这个 封门的 走到两边这个 外屁窗 然后这个后门 这是两边这个外屁窗 因为是需要这个 窗户的 然后中门也是 做了一个 中门防御山门 然后这个 驾驶室 驾驶室还有这个 隐私连 后边还有这个隐私连 然后你们基本上选的话 你们会选一个 红红床 红床肯定要红床 一定要一个后红床 后红床 后红床 就是 算是橱柜 电视 它配着一个 17寸的系统电视 电视 系统电视 就车前面那个 对 17寸系统电视 还有这个 逆边器是3000瓦的 3000瓦 整车配的是全部线束控制系统 3000瓦基本上全部都能用的上来 对够用 而且配的电的话是一个200线酸 200线酸电池 这个都是可以选配的 820瓦 选配 这个肯定要加就800嘛 800的理念 还有这个 220瓦这个电视水器 回音币了 水箱是110升 灰水箱是40升 能加吗 水箱 咱们都做了这种 全部都是模块化 做那种 一体式的 比较大的 对 我觉得110还是可能有点小 110现在目前这个 都足够大了 而且如果你要想做更大的话可以做到车内 这没有问题的 车内影响空间我觉得100亿够了 你100亿用个两天吧 两天多三天 对两天够用 高原理 可能说每天洗脚 而且你的水箱你不能说一直在这盛水 你盛什么就不对了 你这个水是需要放的 需要加需要放的 并不是说你这个水箱 你这个水要一直放一个多月 那个不要放了 水是嘴边会放臭的 真的不要用 像这个变形瓦锁和淋浴系统 那基本都这样 还有前面那个 那水台那里 它是不是就是固定的那种水台 你指的是洗手吗 对固定的 固定的 最大的要求就是水垫 然后 洗衣机 洗衣机 对 基本上你如果看 咱们是一共两张单子 两张单子都是一份配置表 一份小配表 小配表就是好比你要一个八百里面 八百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 这个选配 可以算一个价格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配置的 现在我觉得倒没啥 倒算一下吧 我们算一下 手下留情 打两三次交到就朋友了 对 一万这个八百里面是一个 17600 17600再加一个冰箱 再加空调是7000 再加控制器 还有这个600瓦能 是 7000 有7000 然后还有这个水垫体积 这个有水 有热水 有暖风 就是网上供 供热水跟供暖风的 比如说里下手里用的比较多 对 作业旋转 然后外置淋雨 然后还有这个条约 这个 拆入炉 再加一个 这个点 这个是 Celliff的这个 90冰箱 五万 五万 五万先记一下 先往记一下 一共是五万 5750 这就 选配 选配是 感觉选配的这种 五万的 比我那个车还几钱 不一样 不一样 差不多算下来是 三十五万 1750 三十万 三十万多了 把八宝取个彩都把零头给虚了 就三十万 三十万 我去 那 那没事吧 就把零头给虚了嘛 你想想就是 我把这个车子开出去之后 偶尔也会就是拍到你们公司的一些logo啊这类 也得说是一个 变相广告了 你就这样想吧 别开玩笑了我兄弟 哎呦别开玩笑了 还有像现在 像现在 你这样吧 可以 我觉得你在应该再做个拖车杠 拖车杠 拖车杠才有了干嘛 拖车杠不是说 摩托车呀 你太长了不行吗 摩托车那样 到时候你上了吗你该拖就拖就行了吗 啊能拖动吗 能拖动 后去呀 都是后去拖的 拖车杠 拖杠可能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我再开 随后吧 稍微晚一点再走 对 这可以晚一点走 像这个 最主要的这些车内的配置 这样吧 今天 来了咱也做了点帅 因为咱之前 因为你也是自媒体 我也想做点这种宣传广告 我不是跟你谈成做的 我跟你谈成做我就把你那车给开走了 对 太贵了 你等没摸吧 你这千多块钱 三十五是这样啊 你看我给你坐车 现成底盘 嗯 而且坐车的话基本上 一月份 一月份差不多能 交完车上完盘了 嗯 基本上 如果这个时间上下的话 都是没问题 时间是个问题 我觉得 掏不出来呀 而且 有点紧的 而且现在 加上 加上未来我要两个月发的工资 加起来 还不够 我就想着能够 就偏一个小几万家的 小几万 对 小几万不行了 小几万 大可不行了 上上下下不行 上上下下 就是这个价位 也是 看着挺高 但是实际配置不低呀 配置 你说这个 还有一个洗衣机 我明白 这都是没办法 测试用到 洗衣机 大冰箱 还有这个 大铁垫 然后太阳能板 现在基本上 咱就说咱这点 就是老天爷配置了 对 也属于老天爷配置了 配置比较高一点 嗯 基本上这个 足矣了 这配置就是没问题 三十二可以吧 三十几 三十二 那不行 就你给那就 工总他打电话 看过去一下吧 工总 你跟他说 是洗衣机来买呀怎么样的 那还不行 不需要 你如果 你来了还需要 还洗衣机呀 对不对 来了 就是说这个车 这么行 那个车 你开个玩两天 这个价位就是 我就是想着自己的一台 我就 感觉自己 怎么样都行 我怎么玩都行 但是你的那车的话 呃 没有那么自由吧 这方面不自由 对 我就还是自己买一点 还是自己买一样舒服 实际的话 去算一下吧 就算一下 看下这地方够多少 就算一下 给我们的成本再多一点点 预算多少 我预算说实话20万 哈哈哈 对啊 别敢说 肯定敢说啊 我放太长了 你还不如说 对啊 这个东西慢慢弹了 不拢就弹到拢了 对啊 现在基本上 这个价位 然后呢 我也痛快点 你也痛快点 啊 不行就 三四八八八八 三四八八 四也是八 八也是八 对不对 哎呃 太高了 这还高 这还高 你看 不是说这还高 不是说这还高啊 不是说这还高啊 我的意思啊 这就是我要跟你做一位 因为是这个 咱这个 关系在这 因为关系确实 比较好 中间也要联系 确实是 你买车也不容易 所以也是跟我们做广告 对不对 也是也是 等于给你们做广告了 对 该送的送 该给的给 对不对 这边 虽然说我是一个销售啊 你也当个 同学说到我也也是 我也想个一低价 但是实际 实际公司也需要是 咱说的那一点 是不一定需要挣钱的 那那不难听 那谁都需要挣钱 对 是需要挣钱的 而且就是上海下药的话 真的是今天 自媒体 你是自媒体 你过来我给你谈合作 送你辆车都没问题 但实际的话 今天是咱做 是买卖房车的 因为毕竟是这个 上海运回的话 幅度也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车型 也比较 好卖一点 你退一步 我进一步 我再考虑一下吧 再考虑一下 这个价格是挺高的 这个价格 这个上海下药 我都可以谈的 这个确实 我是该优惠优惠 这个上海下药 你看啊 这有多少钱 这个三十 就算三十五啊 我三十五万一 三十 这是三十五万二了 这是三十五万二了 然后再给你减个 再是 都给你优惠五千块钱了 哎呀 就上海下都给优惠五千了 我也大话不说 小话不讲 咱上海都要做优惠 买车嘛 都有来有回 所以 该过来优惠做优惠 该送的东西送东西 都是没问题的 在优惠的嘛 再抹灯 再往那零给抹灯 而且你们跑大老远 跑大老远 也是全国到处好 直接来我这了 行了行了 那再扫个一碗 再走右碗 你看一碗 你有三十 可能三 这样子 我是给你是这个价啊 我是给你是这个价兄弟 那我当一边打啊 当一边打啊 哦 就说真打 真打 这叫真打 喂 这混击 混击来着 卖这 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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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三十四万八千八 你看咱们做多少优惠 做多少优惠嘛 这探的是三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那我免贴 我免贴的 你看一看啊 三十四 三十四高了 这不容 再少一点 当然是怎么这样的 老弟 你怎么认识朋友一场啊 对吧 价位 我们给你 现在就是说 咱们不太 我们重要的想保证质量 要做产品 把好的产品给大家 我们不能 你打一架 哎呀 就一千多块钱嘛 就再让我一步嘛 没话让呀 没话让 我们给你做出好东西吧 咱们价位上边 咱们就买 我相信你会给我们最好的 相信 对 所以说价位上边 咱们我们下一回就是 想把东西做好 我们再要做质量 质量做好了 价位下不来 我明白我理解 我自己本来有慢户 我理解这个道理 但是我还是想 你就是又便宜又好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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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的肯定做不到好的东西 你也理解一下 理解理解 理解一下 我也考虑一下吧 我晚一点再跟他再磨一下 我也要考虑一下 不少啊 这个不少钱啊 我们好多年的积蓄啊 是不少钱 但是我们 那个例行的架桩都搭进去了 哈哈哈 第一辆车二点 这辆就是我们的车子 就是这么大的 它就是一辆底盘啊 它也是刚刚回来的呀 前面三座的 它前面三座 它这些座位啊 都是可以改动的 我们 我们先 一辆新底盘啊 对啊 它回来一辆新底盘啊 应该是吧 好大量啊 我们先把配置单拿回去 时间还比较多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值不值 回去也好好研究一下 也跟有房车的朋友像诚哥他们也 也一定要讨论一下 它这些算下的话划不划算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 请观众们 拜拜